美国特种部队2月3日在叙利亚西北部发动大规模反恐突袭行动 击毙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头目阿布·伊布拉辛·哈西米·库莱西 并表示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美国人都安全返回 拜登在当天的讲话中表示 美军的行动从战场上除掉了一个主要的恐怖分子头目 这向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发出了强有力的警告 这是自2019年美国袭击杀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前头目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以来 叙利亚伊德利波省发生的最大规模袭击 库莱西被视为伊斯兰国前头目巴格达迪的继任者 美国国防部事后发表声明称 美军特种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执行的这次反恐任务是成功的 美方没有人员伤亡 拜登没有回应关于突袭造成伤亡人数的提问 但他透露库莱西引爆了一枚炸弹炸死了自己和家人 据美联社稍早报道 现场有人报告说 有13人死亡 其中包括6名儿童和4名妇女 此次行动正值伊斯兰国试图卷土重来之际 该地区发生了一系列袭击 包括上个月底袭击叙利亚东北部的一座监狱 该监狱关押了至少3000名伊斯兰国被拘留者 这是多年来最大胆的行动 Meta Platforms Inc.股价2月3日上午一度暴跌26% 市值蒸发超过2000亿美元 为该股有史以来最大跌幅 该公司2日发布上一季度财报 显示Facebook用户增长有史以来首次陷入停滞 Meta本季度的销售额预测也让华尔街失望 其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承认 Meta在吸引用户时间和注意力方面面临激烈的竞争 特别是来自TikTok的竞争 令人失望的业绩发布之际 正值该公司的一个重要关头 不仅正在多个方面与监管部门做斗争 还需要证明大张旗鼓调整公司战略 压入于元宇宙是正确之举 扎克伯格的这个沉浸式互联网愿景 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实现 该公司去年更名为Meta 以表明其未来方向 表示将在今年上半年将股票代码改为Meta 股价在纽约市场一度跌至238.58美元 按照这个股价计算 这将是美国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市值损失 扎克伯格表示 Meta打造REELS与TikTok竞争正在快速增长 但货币化速度很慢 他希望投资者保持耐心 亚马逊公司创办人贝佐斯 造价约4.8亿美元的超级游艇 因为体积过于巨大 荷兰将不得不把一座历史悠久的桥梁一部分 暂时拆除 好让游艇通过 贝佐斯的这艘超级游艇有三个桅杆 高度约40公尺 在荷兰的阿尔布拉瑟丹建造完成后 需要通行位于路特丹的康尼谢夫桥桥下 造船厂已要求路特丹市议会 拆除大桥的中心部分 以便让游艇通过 路特丹市长发言人指出 这是通往大海的唯一路径 他也说亿万富翁贝佐斯会支付工程费用 拆解将需要几周时间 预计将在今年夏天进行 路特丹市长办公室坚称 建造这艘超级游艇 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 并创造就业机会 也承诺会把桥梁恢复原状 康尼谢夫桥建于1878年 1940年二战期间 被纳粹轰炸后重建 最近一次整修是在2017年 路特丹市政府曾经承诺 不会再动这座桥 因此市政府表示 将暂时拆除桥梁一部分 这项决定让部分当地人相当不满 2月3日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联大主席沙希德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抵达北京 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出发前表示 奥林匹克精神是人类团结的灯塔 期待冬奥会安全举行并圆满成功 联大主席沙希德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奥运筹备工作 表示体育可成为对话和外交的平台 会推进协调与合作 体育也会让各国人民聚在一起 他真诚祝福北京冬奥会取得成功 沙希德还将参与冬奥会火炬传递 为庆祝北京冬奥会举行 联合国专门发行了体育促进和平主题邮票 这也是联合国首次为冬奥会发行邮票 邮票的设计者是一位来自中国的90后女插画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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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